掌握财经市场脉动 找到成功致富关键 欢迎收听投资理财王 分析师精准的眼光 带您纵横股海投资好股票 让您轻松成为股市长胜君 致富关键就在理财 本节目由News98与理财周刊 共同直播 轮源 严义民 急如风 徐如霖 侵略如火 稳操胜券 轮源投顾严义民首席分析师主角 109年金管投顾新字帝010号 这里是News9898新闻台 进行节目每天下午3点 投资理财王 我是启政问候大家 好 太古呢 今天礼拜四怎么还在跌呢 今天又下跌了218点 而且今天的这个跌呢 应该是还蛮重要的 指数来到16316 细节上赶快来邀请专家 帮我们来做分享 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老师 老师好 你又是98亲爱的投资们大家好 我是轮源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义民严老师 今天的话这个大盘 持续四天的一个修正 我这边稍微来呼吁一下 我们的投资人 不用那么紧张 好 这个黑暗的来临的同时 这个黎明 那即将会在下个礼拜会出现 是 反正每一次的转折 严老师都是会在我们 98频道里面事先讲 这样子的话比较会有公信力 但是投资朋友目前为止 他所面临的一个状态 连续的一个修正到今天 他的一个收盘价 总共下跌了600点 这个600点其实对投资人 他心情的负担上面 的的确确是比较重 尤其他手中可能就是有一些 这个AI的一些概念股里面 包含这个今天还是 有小反台的一个技嘉 还有那个伪创 这个违影 这些股票其实在今天都是上涨的 但是跟你当时候当下去 买进这些股票的一个价位去比的话 几乎这个跌幅都超过三成 我相信连续几个礼拜 只要你有收听我们的news 酒吧频道的 我相信你都很清楚的 严老师不断的不断的 在广播节目里面提醒大家 逢反弹 然后你要稍微的要去调节 我这个话其实讲的已经有含义了 听得懂的 我相信你也都听得懂 这个地方的话到底还 要不要站在卖房 我的回答是跟大家讲 这个地方其实 它并没有出现所谓的 空翻多的一个讯号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个AI这些股票里面 不管是技嘉伪创 伪引 包含这个广达 这些股票要回到你 当时候要买的价位 几乎是不可能 几乎是不可能 所以说你在这个地方操作的话 你可能就要另外的去想办法 也就是说 你可能利用反弹先卖一趟 如果说这个股价持续往下走 那你可以在低档去稍微的去做出个价差 但是前提是说 这个价差要够大 你买下去的话会比较安全 也是 那严老师在操作的同时的话 我是比较顾虑到谁的安全 那当然这个AI的股票 你如果说你有任何需要帮忙的 我今天还是一样会开放 严老师的一个line 包含我们公司的一个专线 你都可以随时的跟我们 这个团队来进行所谓的联络 我希望说能够帮你的 我就一定能够伸出双手帮助你 那当然今天的话很不大咖的 我们有一档股票亮灯涨地满 那还是要跟大家来做出一个公告 因为我们可能我们的会员都在 听我们的广播节目 那可能参加了严老师的一个会员 或是line里面的好朋友 那如果说之前有公布 现在没有公布的话 他们会觉得怪怪 你知道吗 所以说我们今天还是一样 虽然说大凡年续四天的一个休日 今天甚至下跌了218点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还是要去做出我们 涨停板创新高的一档股票的一个公告 这个好 讯息的话就给我们 严厉的奇珍小姐来做出一个公告 好的谢谢老师 好老师的家族朋友 单股的家族朋友 尊柔还有清代的朋友们 在早上10点27分的时候 都会收到这个讯息 就是恭喜狂赫联军 3450的联军 这时候是上涨了5.2元 亮灯涨停板 好 严老师提醒大家 持股续报 创波段的新高 日周月线黄金交叉 一张都不卖 要卖会通知 谢谢合作 严老师祝大家周四愉快 恭喜恭喜 好 那其实的话 我们昨天有卖出去一档股票 我相信 如果说你有长期收听我们广播 应该懂得清楚 他是代号2605的星星 今天公开了 活力了25% 未来会被操作 有机会不排除 因为我们股票是属于有卖有卖的 星星股价目前为止还是呈现多头 那我这边先行做预告 不要说老师 到时候你买回去 你都没有跟我们讲 严老师今天就直接先预告 这种所谓的多方的股票 可能暂时的一个拉回 我们先做出一个25%的一个获利了结的一个动作 未来有机会会做第三次 做第四次的一个操作 那我们把这个焦点放在我们代号3450的联军 那联军今天真的很了不起 因为台股1700多档里面 今天只有三家涨停板 他是唯一的 目前为止知名度最高的 而且他在早上一开盘的话 是开在平盘 那平盘的话 开在平盘往上走 拉回再修正一下 还是有机会大概 你大概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可以买 随时都买得到 只要你有买到的话 几乎就是半根以上的涨停板 那尾盘的话也锁了一万两千张 其实这种股票的话 你如果说用基本面去看的话 你一样有机会买得到 那这张股票是西光子的一个供应链 他是做所谓的封装的 那他做所谓的西光子的封装 那其实的话封装族群里面 有很多档股票之前都大涨过了 包含我们跟大家讲到的讯息 这两个股票六四五一的讯星 那讯星目前为止还是创新高 那联军的部分的话 他又开始去追他了 那所以说你之前操作讯星的 你是大赚的 那今天跟上一样是脚步的 三级会员 包含尊隆 清代 还有所谓的单股会员 那你今天 对不对 联军的一个股价来到量阵涨 里面锁了一万两千张 我相信目前为止的话 你可以去跟大家讲 包含你的同事 包含有些股友 只要你有认识的 你都可以把阎老师 今天这通讯息 跟他们讲 那阎老师不是说在炫耀 只是说这个讯息 是属于一个真真实实的 一个讯息 是一通赚钱的一个讯息 能够帮助大家 做到反败为胜的 这通讯息的话 那矽光子的话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 大概有提过 但是联军的股票 它是做所谓的光纤 原件的一个所谓的封装 这个跟矽光子 有没有什么所谓的相连性 有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可以应用的部分的话 矽光子当然是一个题材 但是网通的部分的话 在联军 光纤网路原件的一个部分 已经看到所谓的封装 已经成功了 所以说你要从 所谓的光纤网路 这个对不对 打到所谓的 细光子的一个题材的话 这个地方有所谓的连结性 有连结性 所以说我认为联军 未来要切入到 细光子的一个题材 那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 那今天的一个股价 那直接开在平板 往上走 跟今天大盘 它的走势上面是相反的 那联军的一个成交量 昨天的话 大概维持在一万两千张 今天的话 是属于一个放量上攻 而且它是呈现所谓的上涨 连三孔之后 创高以后修认 今天是属于一个不量上攻 所以说我在简讯里面 闫老师告诉闫老师的会员 它是属于个日周月线黄金交叉的 代表说我们 如果说我要操作联军这张股票 基本上面的话 我是用长线 波段的去看 那接下来的话 我要跟大家稍微聊一下大盘 因为现在投资人要先了解大盘 那后面的股票操作 你才会顺 那大盘的话 包含今天总共下跌了600点 那这个地方有没有止跌讯号 还没有 因为今天的话出现一个往下的一个跳空缺口 对不对 好那大家都会猜猜看 老师 8月17号 这个大盘最低点 在一万六千两百六十四点 这个点会被破 其实我的重点不是放在说 这个低点会被破 我的重点放在说 今天很重要的 你回家一定要做功课 你要去看一下融资 今天有没有减少 好如果说如预期 大概可以减少30亿的话 那止跌的讯号 可能就是落在明天了 也就是明天有些股票会率先反弹 好这是一个最好的一个状态 如果说今天融资没有减少的话 那明天 这个加钱指数 还会呈现所谓的沙盘 好那这个地方 那反而你要利用盘中的一个沙盘 重挫的时候 超跌的时候 你赶快进场布局 这个就是所谓的操作上面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技巧 那提供给大家来做这个参考 那外资的部分 当然今天可能也是在那麦超的 连续四天的一个麦超 那会不会有连五麦 可能 但是麦超的部分一定会减少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均线的部分也会发生变化 均线的话一样 它下弯的速度会更快 好那形态上面的话 如果说 今天的话是连续四天下跌 明天的话 如果还是属于一个空方走势的话 好那就是连续五天的一个下跌了 那这个地方我必须要提醒投资人 这个地方会出现一种形态叫做V转 V转 V转的话是属于一个强势下跌之后 这个所谓的 这个多方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反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讯号 那如果说它不走V转的话 最少它也会走头肩底的一个形态 所以这行情进入到明天 进入到九月份最后一周的话 这个地方就是大家决胜父最好的日子 既然要决胜父的话 这个重点在什么地方 你必须要把自己变得很强 第一个你手中现金部位一定要很大 到时候的话 轻而易举的反败为生 另外一点很重要的 看准了以后再出手 不是说每天拉会少买一点 我认为没有必要 明天是不是一个进场布局的好机会 是 下礼拜是不是一个很好机会 也是 那明天要买什么 明天要买超跌的 那礼拜一呢 礼拜一你再不进场的话 这个行情可能在修正结束之后 就直接喷上去了 这是严老师对于大盘的一个 一个所谓的看法 那希望给大家 那对于外的操作上面 是有所帮助的 那跟大家来谈到AI的话 老师还是希望大家 能够怎么样 能够稍微反弹 站在买方 这个很重要 那今天的苹果干年股的话 也是受大盘的影响 只有看到所谓的PGB族群里面的难点 它的股价表现是不错的 但是未来的话 我认为包含光学镜头里面 这个大力光也好 这个中光点也好 这个郁金光 他们的股价会率先的去做出个反应 因为目前为止 苹果干年股面临到是属于一个美元 这个升值台币贬值 所以说这个地方对于苹果供应链 不是很顺 这个地方必须要跟大家做出个解释 现在不顺的话 并不代表说未来它不好 就像今天的航运类股 今天只有中航是上涨的 其他的话几乎都是回档修正 但是回档的幅度不是很大 这边的话我要特别的跟大家讲 海峡型的一个所谓的VDI的指数的话 在散装货能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的话 空翻多的讯号非常明显 所以说你要去注意到未来 这些所谓的小型股的部分 当然包含中航在内 育民在内 还有荣运 这些所谓的做散装货能的股票的话 它未来的话会随着大盘的一个反转的一个讯号 它反而在这个地方会出现所谓的买点 记得严老师跟大家讲的 航运的一个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未来的话会出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这个好的机会你要好好地把握一下 那当然今天盘面上面我认为重要的股票也不多 比较强的可能就是PCB组型 因为PCB组型里面是反映到 这个大盘反转的第一个讯号 包含今天这个8358的金局开始反转了 南电的话还是持续上涨 金箱电的一个股价在今天表现上面 也是相当的不错 那如果说你问严老师 你个人觉得除了个股表现以外 哪一个族群你是看好的 那请注意9月份到10月份的操作 麻烦你注意到这个低润族群 低润族群其实这个地方你所见到的 它的所谓的现货跟 这个现货跟合约价目前为止的话是上涨 再加上海力士的一个减产 那美光会不会减产 我认为机会也是很大 所以说最坏的时间点已经过去的话 那现在的话低润的话 为什么涨幅上面不是很大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大盘的资金只有一套 像今天的话成交量只有2772亿的话 这个地方资金的一个轮动 那要有机会轮到所谓的低润 但是今天低润的表现性还是不错 包含这个南亚科石权威钢 这个世界先进 这个股价表现至少都是收红的 至少都是收红的 所以说你要稳定操作的话 你可以留意一下低润的一个族群 那当然IC设计的话 我们还是持续看好2450的联发科 因为目前为止的话 联发科的股价也是创高以后小小的拉回 那未来的话我认为还是有机会 那现在投资人你要去注意一下 手中如果说你现在有套牢的股票 包含这个AI的股票 如果说没有人可以帮你的话 你今天可以跟我们联络一下 我能够帮你 我就一定会帮你 因为现在很多的一些可能是同业 他们在讲AI概念股的时候 他们往往会给投资很多的一个信心上面的一个加持 因为投资人他可能AI的股票 伺服器的股票 包含这个音业达 这个光宝科也好 甚至这个伪创应该是 套的人是很多很多的 技嘉的话也是一样的 那这些同业可能不断的不断的给这些投资人信心 那让投资人误以为说 这个AI的股票目前为止 大概跌到差不多了 未来有机会 可能会反弹可能会反转 那严老师必须要非常诚实的告诉大家 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出现反转的一个讯号 那可能反弹你还是要减码的一个动作 其实最近来问最多的 那应该是这个2376的技嘉 技嘉问的是最多最多 因为它的股价从370块钱 对呀 一路修正到250块钱 对呀 你可以想想看一档股票 你可以亏成12万 那现在的融资余额 你又看到了 有21000张 代表说这个技嘉的股价 从370块钱一路修正到250的时候 很多的人去做什么 做摊平的一个交易 这个是股票操作里面 最不治的一个行为 那股票操作 你看错方向的话 就要勇于去做停损的动作 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做到停损的一个动作 你要再反弹 大概在52均线 大概股价在300块钱左右的话 你就必须要去做出一个所谓的调节的一个动作 这是反弹最大的一个极限 那问第二多的可能是问到3231的伪创 好 为什么会谈到伪创呢 那因为很多人都说老师这个地方 那时间点回到8月24号 这一天的话 这个伪创的股价是属于一个爆量 好 成交量几乎来到32万丈 它是属于一个开高之后 那就直接去做出个灌杀 好 这是一个非常很明显的 叫做拉高出货 拉高出货完毕之后的话 这个股价从这一天就看到最高点 最高点大概在135块钱 那隔天的话直接就跳空了 你可能想卖也卖不出去 而且这两天的一个成交量 32万丈再加上26万丈 足足的超过了50万丈的一个出货量 那这个50万丈的一个出货量卖掉之后 你说股价会回到你原来的位置区吗 有可能不排除 但是这个地方还是要需要时间的一个整理 但是你看昨天的伪创是上涨 今天也是上涨 但是你会发现成交量都不是很大 在成交量不是很大的一个状态之下 股价要有手突破 这个地方的话困难性就会比较大 我今天在这个AI概念股的部分 其实讲的时间比较长了 在在的都是为了投资人 老师是希望你好 我不希望说你不好 因为你们不好的话 也是等于说是严老师不好 那换个想法了 你可以把AI的股票换到我们最近操作的一些股票 比如说这个3450的联军 对不对 那股价就可以赚得到钱 那我今天在公布一档我们手中有的股票了 4961的天宇 对不对 今天还是一样上涨了3.5元 股价还是不错的 很多的股票在大盘修正结束之后 我们未来的话都会带领新的会员 新的家族来进行所谓的倍数翻 翻一倍的一个利润 因为现在大盘修正到今天为止的话 我认为已经差不多了 已经差不多了 那未来的话就是要看到一个讯号 就是融资减少了以后 可能有一些人去停损了以后 那我们就会这样逢低 开始做买进 甚至重压的一个动作 所以今天的话 听到我们广播节目的投资人 你第一个一定要做持股诊断 严老师非常关心你 做好持股诊断 那下一步的话 就是标股的一个买进的一个动作 我们今天的话就是1加1 你顺便做持股诊断 完成登记之后的话 未来的标股 我们也会顺便的通知你 那老师今天也会支持我最大的诚意 来庆祝一下我们3450的联军 三级会员都打转 那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齐真 好的恭喜恭喜了 好那么当然这个大盘 最近呢真的是不理想 这样子急跌下来 确实让很多人心情慌慌的 但是在其中 我们还是可以有把握到机会 好恭喜老师的家族朋友 有三级的这个家族朋友 都有这一档联军 恭喜恭喜了 那么今天老师也特别 帮大家进行持股诊断 还有呢标股的通知登记的动作 稍后一加一的活动 听众朋友好好的聆听了 时间关系就感谢我们 留言投顾首席分析师 严一鸣老师分享 谢谢你 谢谢大家 嘿别走开 还有好听的广告 今天好朋友台股呢 真的最近跌势汹汹 但是在其中 真的还是可以把握好机会 恭喜老师的家族朋友 李延俊的部分 好再传捷报 今天呢老师呢 也开放给听众好朋友 持股诊断 加赖的好朋友 或者是呢 今天拨打服务专线的 投资朋友 都可以提出股票的问题 颜老师有答应大家 会亲自回电 超大的诚意 欢迎你来电 02-2321-9933 2321-9933 同时 颜老师也开放一年一次 短天期的优惠活动 也就是一加三的活动 只收一个月的简讯费 直接升级VIP 请大家也好好珍惜 把握 来电了解 不用客气哦 02-2321-9933 2321-9933 完成登记 就可以了哦 或者是透过了 Lite ID 小老鼠 小姐A 518 重要资料 都在里面哦 本公司以往直击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且与所推荐分析之 个别有价证券 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